全新柱景喜劇 開心出帝 今晚8點 匪順來 周末大電影 飢餓遊戲 今晚9點半 明珠台 今晚9點半 明珠台 今天明天又涼一點 夜晚 最低氣溫只有13度 預測是大智多雲 早上顯轉轉 日間乾燥和短暫 時間有陽光 最高氣溫大約18度 夜晚氣溫進一步降至大約13度 最清淨偏北風 眼中吹強風 展望未來幾天 早上持續抗冷 氣溫進一步降至12度或以下 接著看看今早的新聞提搖 立法會通過建制派提出的議事規則修訂建議 聯合國官令會討論北韓國際 美國國務輕改喉風 說北韓必須自行爭取重回談判場 荷蘭亞姆斯特丹機場有男人 有男人遲多指嚇警員被開槍打傷 警方說和恐怖主義無關 詳聲內容 立法會通過建制派提出的議事規則修訂 民主派提出的決議和修訂全部被否決 審議期間 民主派議員用多種方式繼續嘗試拖延 11個議員被驅逐 獲得過半數贊成 立法會經過兩個星期共四日辯論 建制派提出修改議事規則的決議案 獲通過 民主派提出23項修訂案 大會不處理已經離場議員提出的修訂 其他亦都全部被否決 全日共有11個民主派議員被主席要求離場 民主黨的許智峰響起警暴氣 同一時間朱凱迪衝出主席台 我示你行為極不檢點 請你馬上離開會議廳 今天不可以回來會議 失 面對反對派過去兩天顛倒是非 用上非常嚴重的侮辱詞語 包括什麼酒狗 動物都不如 自閹太監等等 我們全部建制派都基本上 忍 噴聲引起 不出聲 原因只有一個 我們希望修改議事規則 是能夠得到盡快的處理 還我一個議會安寧 下午進入表決程序前 我信沒有東西是不行 香港人做得 玩得 食得 清潔香港這麼簡單的事 怎會說不行 處理大包垃圾也可以 細件垃圾也可以 總之買都可以 香港是我們的家 人人都可以 誰都可以 香港人人都可以 誰 誰 我是法團通告 通知你 接下來要請新的清潔和保安公司 還要做外場維修 你是業主要付這麼多 你不知道 因為你沒有出席法團會議 大廈公用部分 業主是有責任一起管理的 當法團商議重要事項時 業主應親身出席和投票 保障自己的權益 管理大廈要積極 攜手參與齊得益 學會修改的議事規則 包括降低全體會議的法定人數 立法會主席的權力也擴大 你要求點算法定人數 未修改之前的議事規則 當大會和全體委員會會議出席議員 不足法定人數35人 即是少過全體議員二分之一 當有人提出 主席就要傳召議員 15分鐘之後都未夠人 就會留會 議事規則修改之後 法定人數降至20人 點人數的門檻提高了 不過好像二讀、三讀等其他會議階段 法定人數維持35人 一旦留會 以往最快下一個星期才復會 新規則下 主席可以決定何時復會 主席的新增權力 還有可以以議員濫用程序為理由 不批准議員無經預告 提出終止待續議案 或者優會待續議案 維加快表決速度 而提出縮短表決時間 以後不容許就此的 他仍然是環保地標 結合教育、消閒、自然生態設施 他不單止是一個公園 他在二十個議員暫立 就可以成立專責委員會 跟進調查事件 並向門檻會爭置35人 民主派對修改議事規則表現遺憾 由2017年5月1號起 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提高到每小時 繼續打這個場仗打下去 但是我們要記住 我們一定會百倍奉還 而且 而且我們更加要看著 建制派怎樣繼續用 這些手段 去將來再去推動各種各種的惡法 包括二十三條立法 全網頁看看吧 他女兒更久都未等到器官移植 希望通過議事規則修訂之後 議會會恢復正常運作 剛才我都收到通知 就是經過了一段時間的討論、爭議 甚至有少少資討的碰索 在今天也可以在立法會通過 希望將過去兩個月我們見到的紛爭 告一段落 可以將立法會回復正常 他說政府會繼續按程序 向立法會提高議案 無線電視記者陳日思報道 聯合國被誅長古特雷斯警告 北韓局勢是當今最危險的安全議題 又來會發生軍事衝突 美國國務卿帝勒心說 北韓必須自行爭取重回談判桌 總統特朗普就希望俄羅斯 協助說服北韓放棄核武和導彈計劃 聯合國安理會星期五討論朝鮮半島局勢 秘書長古特雷斯擔心緊張局勢會引發軍事衝突 他說任何軍事行動都會帶來無法預計的後果 是時候重新建立兩韓的溝通渠道 降低誤判和誤解風險 緩和緊張局勢 說過要求北韓放棄核武 才展開談判並不現實的美國國務卿特勒心 在會上有不同說法 要求北韓停止威脅 特勒心又說美國不希望向北韓動武 但會用所有手段保護自己 又呼籲中國和俄羅斯向北韓加強施壓 北韓常駐聯合國代表慈成南韓有在會上發言 但沒有回應美方的說法 重新北韓發展核武系要捍衛主權 對抗美國的核武威脅 朝鮮半島局勢不斷呈現緊張 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吳海濤說 當前半島局勢前景不容樂觀 局勢緊張升級甚至出現失控風險 並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但談判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強調動武系不可接受 美國總統特朗普說 星期四跟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 希望俄羅斯協助 釋服北韓放棄核武和導彈計劃 印尼爪華對開當地星期五深夜發生強烈地震 多處有建築物倒塌 最少一人死亡 這間在爪華中部曼遊馬市的醫院 在地震中受損 醫護人員逐一將病人移送到戶外